今天就是來挑戰 增上帶錢 會不會被義大利的小偷國偷了 你不是說小偷國嗎 沒有人偷耶 我就不一樣的給你偷了 你不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巴掌 我們現在來到義大利的佛羅倫茲 今天就是來挑戰 增上帶錢 會不會被義大利的小偷給偷了 因為其實在南歐 這個治安比較差一點 雖然至今我在羅馬 或是在 甚至在南義大利什麼拿破裏 我都還沒有遇到這個偷拐搶片啊 那我們現在在佛羅倫茲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都開車 沒有遇到進所謂的捷運站 地鐵站 公車站 所以可能沒有被爬 但是剛剛那個 我們今天住的民宿 是跟房東一起住 然後是一堆 結了兩次婚的新婚夫妻啦 這不是重點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佛羅倫茲現在好像有什麼 我們遊喜人什麼鬼的啦 封路車進不去 所以他叫我們坐地鐵過去 不然就搭那個Uber之類的嘛 然後我想說 喔 試試看嘛 搭捷運看會不會被偷 當然啦 我不會傻傻的被偷 我該做的準備我都做準備啦 來 這什麼 防偷皮帶 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可以塞錢的啊 有沒有 我裡面就塞了 200歐在裡面 除此之外啊 還有這個 白寶袋 我的白寶袋 然後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就是放枯罩啊 什麼什麼鳥的啊 然後我現在啊 要把台幣放車上 因為房東說 這裡的停車場是他們家的 可以免費停 就是停到我們逛完 再回來牽車是沒有問題的 我身上還有很多美金嘛 那我今天就是要把這些 非常重要的信用卡啊 護照啊 這些錢財啊 都放在這個 白寶袋裡面 然後呢 今天我帶了 從台灣帶了一些 假美金跟假歐元 還蠻逼真的喔 一百一百啊 還有人民幣 我們今天就會故意實測 比如說 把這兩個就放在我口袋邊邊這樣 然後看有沒有人摸走 實測一下到底 是不是義大利是 非常多小偷盛行的國家 好 我們現在就去搭地點站 來做這個實測 走吧 包包小鮮 好 我們現在來到佛羅倫斯的市中心這裡了 我們要先去這個烏菲之美術館 然後媳婦要去的 在這之前啊 一路上我都會注意一下 我的包包有沒有被偷還是什麼的 然後 當然啦 我的耳啊 在這裡有沒有 我的耳在這裡 我會放在這裡然後露出來有沒有 放在這裡露出來給大家偷光光 好不好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觀光客比較少的街道上 先來測試看看附近的人會不會來偷錢 這附近看起來是沒什麼人 話說你那紙鈔也太明顯 都沒人要偷 歐洲人不愛錢嘛 這麼明顯還不要 讓我們轉附陣地換個地方 沒有人要偷我的錢 沒有人要偷錢 好 我們現在來到佛羅倫斯的聖母百花聖殿 看一下後面那個人 後面他進去了 其實是這樣子 旅遊版就是這樣走走光天 這都沒事這都沒問題 問題是自己的東西要自己拿嘛 OK你買東西吃 這也沒問題 旅遊做這個事情很正常嘛 啊但是你不能說吃一口兩口就丟給我吃嘛 啊我是有在管理身材的嘛 對不對 啊你吃了10加我吃10個東西耶 不是這樣子的吧 兄弟 幸福 哇 到目前為止啊 我身上的不管是真操假操都還沒有被偷 不知道為什麼啊 包括我剛剛去那個主教堂那邊也都沒有被偷 沒關係我等一下就去那邊定點 然後把錢灑出來看會不會被偷 然後現在我們先去那個民宿老闆推薦的餐廳 去看到底好不好吃 我剛剛買了45塊歐元的手套 我剛剛買了45塊歐元的手套 但是他兩個大家拍一下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包 45塊多少錢 1800 2000 台幣 好高級 貴死了 應該快2000吧 我剛剛看這個很發 喔跳出來了沒有喔 1555 好我也好了 走吧吃飯 好我們剛剛吃完那個房東推薦的披薩店 其實是蠻划算的 它那個披薩 那麼大一份好像10塊而已 然後兩個都可以吃 還吃不完 然後我們剛剛因為有點啤酒 還有點一個 不知道很像麵包的一個什麼阿哥 然後還有咖啡跟水花 都是4塊歐元的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感覺是比較便宜的 那剛剛發生一個很智障的 情況是房東說我們燒棉被 你有燒棉被嗎 對啊我也沒燒棉被阿 他來拍那個圖片給我看 感覺是破洞還是什麼 然後他說是我們用的 我就 我每次去搓棉被一個洞 我有病阿 我就講句實在話 有房客這麼無聊 去撿人家的棉被 或者是去燒人家的棉被 然後他說你是不是有可能 你弄運斗或者是吹風機 我們哪來的運斗 我們旅行帶運斗來旅行 然後吹風機 吹風機融化棉被 你不覺得金錢就很荒謬嗎 哪一排的吹風機那麼厲害 好 我們先去那個美術館 然後我們再 再去被人家偷 走吧 你看我找到現在 還沒人偷有錢 好 我現在就過去被人家偷了 這裡滿坑滿谷的人潮 眾人皆窮 只有我有錢 還不偷嗎 好 我在這邊晃了很久 我的錢還故意露出來 沒有人偷 沒有人偷 沒有人偷耶 沒有人偷耶 啊不是說小偷國嗎 沒有人偷耶 我就故意要給你偷 你不偷 說不定美術館的人比較壞 會偷錢 這裡就是佛羅倫斯十四世紀的市中心 然後這是市中心廣場 又叫做林祖廣場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前往那個美術館 就在前方不遠處 然後咧 大家找一下 那個媳婦又去哪裡了 然後 來找一下啦 剛剛那張票52歐元 滿貴的 兩張啦 到現在還沒人偷我的錢 還沒人偷我的錢 然後 外面下雨了 剛才烏佩斯美術館 然後現在要去米開朗基羅廣場 你看這個佛羅倫斯 然後我的錢還沒有被偷的 假鈔還沒有人偷你 這樣不明顯嗎 叫你來偷不偷喔 氣死 走了快半個小時 終於公頂到米開朗基羅廣場 那後面就是整個佛羅倫斯的市樓 可以看到齁 雖然是傍晚十分 夢醒十分 但還是蠻漂亮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點意外的蠻多 韓國客 韓國客比較多大概佔了八成 所以 根本沒有人要偷我的東西 下山吧 下山吧 最後的機會啦 去餐廳那邊沒有人偷 今天氣話就失敗了 第一次那麼想要有人偷我的東西 歷經千姓萬苦 終於來到餐廳吃飯了 這在義大利期間都在吃義大利料理 有啦有吃一頓中餐啦 那現在想要換一換口味 回歸這個咱們在美國生活的這種味道 所以來吃這種 美國道地的美式餐廳 哇大塊的肉 大塊的雞排 豬排 牛排 大家有看到剛剛那個巨無霸漢堡喔 非常的誇張 你知道嗎 確定可以吃完耶這個 要確定 欸我很納悶 為什麼沒有人來偷我 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大家就是被美景都隱形 可是就是盛傳羅馬 或是什麼米蘭啊 拿破裏啊 跟威尼斯超多小偷 尤其是威尼斯 明天去威尼斯實測看看好了 搞不好就是一堆人偷了 我的外條都被搶走 所不定有可能了 好先吃飯 GO 剛吃那樣1300多塊 其實在這邊來說非常便宜 然後我吃得很滿足 超爽的 炸的 美式 在美國那個吃到不想吃啊 來這邊就想要吃這個 不然就吃中餐 我們現在要搭計程車回那個 昨天住的那個民宿去處理一下那個 棉被自然事件 自己燃燒的那個自然 非常的詭異 走吧 今天非常可惜啊 我們現在來到佛羅倫斯的一家 尖塔高塔的園區莊園 我們竟然住在1893年蓋的尖塔裡面 非常的漂亮 下一集有機會 一定我會拍給大家看 到底有多special 真的整個都是我們的前院後院 還有開高尾夫球車 開過了十幾分鐘 這個SPA泳池 然後後面那個虎可以划船 然後還有那個米開朗基羅在這邊 拿過素材的 眼閉眼都在這邊 一定要帶大家來看 然後這四層樓都是我們的 太震撼了 下一集我會分享這個莊園給大家 大家一定要看真的 在台灣的我們可能從來沒有遇過這種 可能沒有見過這種 打破你的想像 顛覆你的想像 OK 總而言之 今天在佛羅倫斯沒有被偷 非常的可惜 那我改天會到威尼斯去實測 甚至米蘭 來看一下 到底這兩個地方 是不是被偷的機會 可能會更大一些 畢竟可能佛羅倫斯會比較浪漫 比較多藝術家誕生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能會比較不偷東西 不知道 去威尼斯實測給大家看 到底這威尼斯會不會被偷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去看我主頻道 你們會更不喜歡 我是吧 下次再見囉 掰